很榮幸今天有這個機會來做一個分享 那我今天訂的題目是 因為談居住正義 不過我今天想分享是特別所在 目前在這個階段我們關心的是 青年的居住正義的部分 所以我大概今天訂的題目是來談 對青年居住正義的一些思考 還有一些建議的部分 我還是很簡單的講一下 我對於這個事情的一些問題的基本的指認 那我是覺得先講結論 我覺得是在目前的高房價下面 這個年輕世代應該是一個最大的受害群體 這是在第一個想法 然後事實上剛剛過去 剛剛很多問題張老師提了 我就很快跳過 簡單講是說 我都很習慣用九個字 就把目前的居住問題就講完了 特別是對年輕人 這買不起 這很簡單 第二個叫租不好 租屋黑市 就是本來想說買不起來租房 租也租不好 第三個叫做等不到 等不到的意思就是 雖然現在政府很認真蓋社會住宅 可是相對於需求 大家就覺得要等很久 不知道等到哪時候才輪得到你可以住社會住宅 在這個背景下我剛剛講過 我覺得最大的受害群體就是年輕人 我覺得它最主要的表現是在哪裡 是在它在整個高房價下居住的一種不安全感 那個不安全感不是說你沒有房子 是整個就不安全感 那背後就隱含的是你對你的未來的生涯的發展 你很多不安全感 例如不知道你三年後五年後你可以住在哪裡 對非常多影響年輕人 對他很多生涯規劃的選擇 這是我覺得最嚴重 那它背後隱含的 大概就是這個結構是這樣 剛講過不夠有錢或者是說沒有好爸爸好媽媽 所以就買不起房子 剛講過我要租房子 租也租不好 然後剛講過你又不夠窮 你又不是真的所謂那種什麼低收中低收 說你可以一直要可以享有政府的福利補貼 我覺得是個最尷尬的部分 那我用幾個數據很簡單看 第一個事情是說年輕人又感受到 這個情境下的世代的不公平 這個數據是財政部的數據 2015到2018 他用台灣不同年齡層持有土地的比例來看 我簡單講這個結論就是說 台灣就跟大家講說 絕大部分的房地都在長輩的手頭上 第二個是趨勢是越來越多 他從2015到2018你看起來 整個增長就是長輩的持有的戶數跟比例越來越高 年輕人持有的戶數跟比例越來越低 整個趨勢是這樣子 第二個事情就是年輕人就覺得買不起就算 他又看到很多房子空在那裡不用 這些都是政府的數據 左邊是個內政部的數據 我簡單講一下講話說 他們自己統計從104年到110年中間 台灣個人名下就個人的名下 有超過三間房子以上的人 從33萬人變成50萬人 你就看到這個趨勢 你可以看到有錢人就越買越多間房子 這樣子 第二個事情是去年公佈的一個數據 我們主計處每10年做了一個人口住宅普查裡面 倒數我們台灣大概還有117萬的空屋 這是空置的住宅 就大量的房子空在這裡 第三個剛講過 租屋黑市就不多說了 就是買不起又看到很多房子空安的不用 然後想去租房子租屋黑市 租屋黑市我們的推估大概台灣大概70%到90%的房東 都在隱匿租屋事實 就是說等下逃漏稅 所以這四個 那因為租屋黑市有非常多的問題 我就不多說 因為年輕人都很清楚 不能領租屋啊 不能設戶籍啊 等等的房子 就造成非常非常多的問題 那另外我是覺得 還有一個很 很需要關注的問題是 年輕人因為你買不起又租不好 租屋黑市 租屋黑市還有一個背後一個什麼 你不能夠設戶籍 大家可以看左邊這個數據 這是去年內政部做了一個電信信令的統計 全台灣只有六個地方晚上睡覺的人 人口比戶籍的人口數還多 大概就是台北 新北 台中 桃園 新竹縣市 例如以台北為事 台北的光雙北加起來 它的夜間人口比戶籍人口多了五十幾萬人 全台灣這加起來超過一百二十萬人 我們問的是 這一些人到底是誰 到底是哪些人都明明生活在這個城市裡面 可是他們有戶籍 我們敢講最大宗的一定是租屋主 而且租屋主裡面最多是年輕人跟學生等等 那這背後隱含的是什麼 隱含的不光是你租不好 隱含的就我剛講過 隱含的事情是台灣在目前制度裡面 因為你沒有錢買到房子 事實上你就沒有公平權 或者說你就是要二等市民 什麼叫二等市民 最近要選舉了 這些沒有投票權的 不管你在台北生活五年十年 只要你買不起 在台北買不起房子 你沒有辦法設戶籍 你就沒有資格來去選 你覺得誰比較能夠 解決你問題的市長或議員 那再來是 我們政府不是很多要幫忙年輕人嗎 公托的托嬰 托幼 幼兒均貼 你想到的所有福利 前提都是你要有戶籍 只要你沒有戶籍 你都沒有資格去享用這些事 那我覺得更深刻的問題是什麼 他的問題就是 正是因為你們這些沒有房子 買不起房子的年輕人 你們沒有票 所以你們的問題在政治上 一直沒有被解決 就沒有什麼地方政府關係 因為你沒有票啊 處你們的問題幹嘛 他當然是處理傳統里長 提的那些事情 這是一個很深刻的問題 在這個角度下我講一下 在這個背景的問題下 我講一下我們目前的一些 基本的觀點 而且特別是對目前住宅政策的 一些基本的觀點 第一個事情在張老師剛那一張的 一開場的漫畫裡面 其實也畫了 就是五殼蝸牛 一殼蝸牛 跟多殼的 那事實上那個結構大概就這樣子 就台灣我們認為大概 如果用一個簡單的比喻裡面 大概台灣的家庭 百分之六十是有一間房子的 百分之十 就是有比較多間的房子 那剩下的當然是沒有房子 那我們要問這個事情是說 在高房價這個結構下 它會產生什麼關係 首先嘛 有很多房子人在高房價 當然是受利者嘛 對不對 那這邊很理解嘛 就是年輕人因為高房價 受害嘛 所以憤怒 可是大家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台灣總體上 我們的住宅自由率是高的 那樣如果照過去的講法是 那只要房價漲 大家有房子人 他的資產都增值嘛 那為什麼高房價的民怨 照說高房價民怨 只有這個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人 你們沒有房子你們去抱怨嘛 可是為什麼每次我們高房價民怨 是所有民怨調查的第一 而且大概每次調查 都是七十到八十的民怨 為什麼 關鍵就是剛剛講一個房子的人 那這一個房子的人 他很矛盾 一方面是他高房價 他覺得他的財產增值 可是他這個不能賣啊 賣掉的話他就沒得住 可是他就覺得他財產增值 可是他會焦慮什麼 因為台灣我們住宅消費的模式 基本上是這樣 就是舊房子換新房子 小房子換大房子 特別是小孩大了 現在大家很多壓力 要想辦法幫小孩子買到第二間 因為小孩子更困難 所以在這個角度上 事實上整個高房價的部分上 他會焦慮 這些人焦慮 就是焦慮他的換屋更困難了 好 那這個為什麼 這是很關鍵 為什麼 因為現在台灣真正討論住宅政策 最關鍵就是這群人 簡單講他們很矛盾 就是他一方面抱怨漲 可是他又恐懼跌 所以說過去所有我們討論住宅政策上 遇到一個最大的挑戰是 剛剛張老師講說 多屋的人 當然他的背後影響力很大 可是很重要的部分是 因為我們很多政策會 如果沒有處理好 就會讓這些一屋的人 全部倒到桌屋那邊 因為他們恐懼他們的價格點 他們恐懼他們的資產縮水 所以讓很多的政策是不容易推動 這是我先講背後的結構性的因素 也在這個因素下 我大概很簡單講說 我們特別就民間團體 對蔡政府這幾年政策的看法 如果大家有印象 蔡總統在2014年選舉前的時候 他提出很有名叫居住的三件 他的三件 其實他提的三件是 房產稅的改革 要把租屋市場健全 要蓋社會住宅 可是我覺得 就是因為在剛剛那個結構裡面 事實上我覺得民進黨 他自己其實理解這個結構 可是他們的方式是這樣 因為簡單講 他要年輕人的選票 我不多說了 可是他又不想 不敢得罪這些既得的利益者 那要怎麼辦呢 所以他們就想到一種方式 這種方式 我用一個就是經濟學有一個講法 叫做怕累脫改進 他意思就是說 有一種做法是 增加某一方的福利 可不會減少其他人的福利 他是用一種這個模式 那在住宅政策怎麼做呢 只有一種做法 就是現在看到 撒錢發福利 就是不做任何比較制度性的改革 可是就是發福利 撒錢給大家 發補貼嘛 所以剛剛講過 為什麼我們過去的 比較談稅的改革 第二場要談屯房稅 為什麼沒有做 或者租屋的市場 為什麼不改革 我們租屋廠就一直撒錢啊 就發租金補貼 可是那些租屋黑市啊 這些事都不能解決 那相對他們 民進黨當然 這個部分上 就我個人 我也覺得在某個程度 應該肯定他 他們的確 至少就上一任的 國民黨政府 他們是比較認真的 在推動新建社會住宅 就想這是他們的結構性的問題 我們先從這個角度理解 那這個理解裡面 當然就是有一個關鍵 關鍵我再談一下說 在他們目前的政策裡面 事實上他們 除了社會住宅之後 我簡單講 他們現在比較 願意積極處理的是 處理房子的增量問題 簡單講他們最近不是 之前做了房地合一 所以2.0 那最近他們不是打算說 要推實價登入3.1 要去再去處罰炒紅單的部分 簡單說 現在政府的政策是說 他想要搞一個政策說 你那些已經買了四間五間的 你不要再繼續買的 我要祭出各種的手段 不要讓你繼續買的 可是他們沒有處理的是 存量問題 就是那些人 我已經買在手頭上這些房子 你有沒有什麼方式 讓它可以被有效的運用 這大概就是我等一下 大家主要跟他談 大家跟他談的一個問題 好 也在這個角度下 我剛好可以分享一下 我們在今年的4月15 到5月15 我們用一個月時間 然後用了網路的一個問卷的方式 我們總共收了5011份 有效的問卷 這裡面填問卷80% 都是所謂的20到40的年輕人 那這裡面我們就想了解 年輕人對於他們 真正覺得居住的困境是什麼 這個大概就不多說 這只是分析這個統計的人裡面 他的特質 簡單說 受吊者裡面有50%是租房子的 有30%是跟爸爸媽媽住 就是因為買不起 那剩下就是百分之 大概只有10%左右 是真的自己有房子的 年輕人大概是這樣的狀況 好 那對他而言大概 我們大概問了幾個事 第一個是說他們 首先大概超過一半人 都覺得目前政府的 對於高房價的措施 他們覺得沒有效 這當然是一種感覺式 可是或者是他們 第一個是他覺得沒有聽過 第一個他們就認為是沒有效 因為就他們的感覺 這個房價是一直漲的部分 那第二個事情是 大概不到三成 他對未來五年有買房子的計畫 所以簡單講說絕大多數對未來 他可能可以擁有房子這件事 基本上是一個悲觀的一個狀況 那再來是說我們也問了 剛講過我們調查裡面 有百分有五成的人是租房子 所以我們問他租房子的狀況 那第一個被這些人裡面 大概有50%的人都覺得 雖然他租房子 可是他覺得租房子 真的很難變成一種 穩定居住的選項 就是他租不好 就剛講過不一定 剛才是講不一定要買得起房子 可是他租房子他也覺得他住不好 就是他 這個是台灣最麻煩的問題 就是他就住不好 所以他就一直學他要買房子 可是他買房子他又買不起 就是變成一個這樣的狀況 那另外呢非常有趣 就是我們問了一下 大家說剛好那時候 民進黨政府推說 他們要發300億的租金補貼 我們問年輕人大家覺得 對這個300億的租金補貼 對你現在遇到的居住的 租房子的困難 有沒有還可以真的解決 大概有87%的覺得 他就沒辦法真正解決 他們租房子的困難的問題 這大概是一個狀況 所以剛剛講過 我們指了青年的問題 那我也指出了民進黨 現在政策上的一些 我覺得他的一些局限 那我們也做了一些問卷的 顯現大家的一些看法 那接下來我就 因為我今天是做一個民間團體 我再提了一些 我們的政策上的想法 那今天在這個 受邀到民眾黨的場合 我大概也希望說民眾黨 這邊應該也可以來支持 一起來支持 推動一些這樣的事情 首先這樣想 我們覺得我們要談 年輕人的居住問題 我想引一個 大概在這10年來歐陸 一種新的討論方式 就他們對過去協助居住的部分 他們就過去比較強調 是從一種福利跟補貼的角度來談 可是他們現在會提出一個新的概念 把它當成是一種叫做社會投資 social investment 簡單講 意思是說我要解決 年輕人的居住問題 不是什麼傳統的福利 產補式去解決 是因為年輕人是未來國家 最重要的人力資本的部分 他覺得把 他覺得把這件事情解決的話 是有助於這件事情的處理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角度 也在於這個角度裡面 我們覺得 所以年輕人 怎麼讓年輕人安居 是一個最重要的重點 重點回到我剛剛講過 我覺得年輕人現在最大的方式 是他的不安定感 不安全感 不一定是說 一定讓他能夠買得起房子 是怎麼解決他居住的不安全感 所以我就同意 剛剛其實張老師也提到 所以我們想談的是一種 多元的可負擔的 有保障的居住選擇 讓年輕人來做這件事情 這是概念 可是如果從一個最現實的角度 在目前台灣這個階段來看 我們覺得健全租屋市場 對年輕人是更為迫切優先 意思是說你雖然把租屋市場 把購物市場做好很重要 可是相對於現在年輕人裡面 他離那個購買的門檻還是比較高的部分上 我覺得更優先把租屋市場做好 是比較好 另外我就分享一個數據 大概從幾年前開始 雙北 特別雙北的首購年齡都已經超過40歲了 所以意思說 簡單講說 年輕人未來 年輕人裡面 就算他最終可以買到房子 他會有一個比較長的時間 是要在租房子來解決 所以我覺得在最優先的角度上 對年輕人更迫切可說 我們先從租屋的角度來解決 那我們的解決的想法 其實就是剛剛的概念 就是說如果我們把它當成是一個 社會投資的政策的角度 來去談這件事情 總體上我們當然是談說 我們要去解決年輕人的問題 那最關鍵的是我們要怎麼去說服 那些有一間房子的人說 政府做這些事情對你沒有影響 對你沒有影響 做的所有政策都沒有針對你 也許會針對多房 跟你都沒關係 可是同時這個事情是有幫助於年輕人的部分 這在我們想談的事情 那具體的建議 我們大概就 我們大概有五個具體的建議 那順序上我們覺得大概是這樣 第一個事情是 應該想辦法讓房市降溫 就是在這個 我們在這個 現在我們的金管會 央行也開始做 就是想辦法讓它降溫 那第二個我們講過 透過降溫的時候 我們應該有一個囤房稅的 囤房的機制 那它這個機制最重要的目的是什麼 我們剛剛講 讓那些空屋進到租屋市場 所以把租屋的市場變大 變大 那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同時 開始進行租屋的 這個透明化的一些相關的部分 那同時呢 我們再配合一些制度 同時再來降低租屋主的負擔 那這樣的角度 最後我們當然 我們社會住宅還是要持續來興建 那我最後就用很快的時間講一下 裡面的建議 第一個不多說 第一個簡單講就是說 我們自己的觀察 現在我們剛好也麻煩了民眾黨的立院黨 正在我們調數據 簡單講 我們認為在 特別從2017年開始 我們的政府 特別是軍管會 因為他們透過銀行法 72-2 然後風險性係數 保險法相關的規定的放寬 讓更多油資進入不動產市場 所以我們現在正在調這個數據 簡體這樣說 這件事情需要檢討 讓它降溫 簡單講 是要讓市場降溫 第二個事情是 第二場會談 所以不多說 就是我們的提法是說 我們的確要想辦法 讓這一些空屋 進到租屋市場 可是我們的提法 不是過去談的那種地方的囤房稅 是應該有一個中央版的囤房稅 來去談這件事情 而且我們覺得它是可以依據 裁法法19條的立法的手段 來去處理這件事情 我想第二場的講者會棄談 我就不多說 可是我只想講說 這個制度最重要的關鍵 剛剛講不是要收到錢 最有效的方式是 它沒有收到錢 因為沒有收到錢 是它這個房子就不再空置了 拿去租屋市場 這才是我們這個制度 最想要達成的效果 那第三個事情就是 我們一直在談說 怎麼讓租屋市場健全化 那關鍵其實 現在大家很多人都在談 叫做租屋登錄 這個概念我們當然覺得是一個支持 簡單講說租屋的 是不是用這個詞可以討論 簡單講說所有的租任行為 應該公開透明 讓政府了解 可是事實上 我知道現在立法院 包括民眾黨 國民黨都有委員去提案 在租任條例裡面提案 可是我們覺得關鍵 不是只是講說 我們要租屋登錄做得到 它沒有配套 所以我們一直覺得 它可能要有一些相關的配套 我們這裡最想談的是三個配套 第一個配套可能最下面 是我覺得你一定要去處理 租任所得稅的事情 簡單來說台灣的房東 90%都是個人房東 個人房東的稅是跟 綜合所得稅加在一起 會累進的效果 而且我們台灣很多房東 都是兼業房東 就是他本身有個工作 又在房東等等 所以我覺得稅的部分要來評估 要不要做一個分離科稅的制度 另外我覺得要搭配兩個很重要 就是鼓勵房東 你應該來去誠實登錄 如果你誠實登錄了 過去的逃獲稅 我們立法直接講大赦條款 過去全部既往不救 另外我們同時搭配吹哨條款 有獎金的機制 鼓勵房客 甚至說你也不用現在 等你不租的時候 你可以檢舉房東 說他以前都不讓你登錄 等等這事情 這是第二個 這可以來討論思考 我為什麼要特別談這個 另外一個我覺得延伸一個非常重要 是我會在 我們想今年特別呼籲說 我覺得政府要非常嚴肅的來看待這件事情 就是我剛講過 現在租屋市場的黑市 不光是一個租屋問題 我認為它基本上是對一個 在憲法的精神 乃至於我們談的兩公月精神裡面 它是對於國民的參政權 選舉參政嘛 還有我們國民的福利權 是一個嚴重的不公平 簡單來說 因為我們不解決的話 我們這個制度就是 你沒有房子的人 你就在你的選舉權 你剛講過各式各樣福利裡面 你就遭受到的波多 我覺得這件事情 是應該拉到這個層次來看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 我們要非常認真的想一下這個事情 特別台北市 因為台北市最近在講說 他們明目上的戶籍人口減少 他們已經在討論說 他們未來台北市 可能會少一個副市長 少兩席議員 可是我講過 實際上住在這個城市的人 還有20萬人 其實都沒有被好好的去思考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大家應該好好的思考 怎麼樣 我想想說不光只是從豬角度 是從一個年輕人 基本的公民的參政權 跟一個他基本應該享有的市民的權益 或福利權的角度 或是社會權的角度 你都應該解決這個事情 另外一個事情 就是我剛講過 如果我們把租屋市場健全化之後 我們過去就講說 我們現在的稅法制度 本來就會讓租房子的人可以抵稅 可是為什麼不容易做得好 因為你的市場不健全 你抵稅的制度 就不容易落實 所以我們講說因為這樣 把市場做好 接下來就可以把抵稅的制度做好 另外如果我們是真的市場健全 也可以連結像歐美非常多的方式 是他們甚至可以透過一些相關 跟房東的稅戶抵減 跟租金的管控連結在一起 它不是一個強制 就是說如果房東他願意不要 有一個租屋的調整 有一個比較合理的規則的時候 他可以享有相關的 剛剛講過像囤房稅的 剛剛講過囤房稅的相關的減免 或是所得稅相關的減免 我覺得台灣應該來思考這樣的部分 可是我剛剛講過 能夠做這個事的前提都是在於 租屋市場完全透明化 還有被納管的角度 才有可能做到 最後一個我也提一下 就是我們想談的事情 其實剛剛張老師最後講的那個 我非常感觸 就是說住宅政策是一個很複雜 延續性 例如社會住宅 台灣最大的問題就是 換人換黨的時候 政策就不在了 然後我講社會住宅是 全世界的社會住宅 從來不可能在某一任市長 或某任總統就可以把它蓋出來的 你看國外的可以蓋 他們都蓋了半世紀等等 那你看看那些國家 這個半世紀或正常的時間 他們不知道政黨輪替了多少次 市長輪替了多少次 為什麼這個政策一直在走 那我們自己的分析是 他們背後有一個非常重要 來推動社會住宅持續興建的社會基礎 意思說它的基礎 不是建立在每一個市長去開支票 或每一個中間開支 是建立在一個社會的基礎 什麼基礎我想特別談是 他們的社會住宅 都是用輪候 這很重要 先講說 全世界應該除了台灣之外 台灣是一個很特殊 基本上我們都用抽籤 國外基本上不是抽籤 是一個輪候制度 輪候制度 例如說像今天在場的人 假設都是輪候戶人 你們就每天監督市政府 你要不要繼續蓋 因為它不斷來蓋 你的號碼就不斷往前推 你就知道也許在兩年三年四年 就會輪到你進來住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一個非常非常關鍵的事情 非常關鍵 就是說我們很難說每次都是覺得說 要透過某一個誰他來去承諾這件事 是我們要不要來想說 我們要一個社會的基礎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 我們呼籲大家來想一想 那時間沒辦法多的時候 我這很快跳 我未來這個資料 我願意可以分享在民眾網站 說我們事實上也都開始研究 像說我舉例香港有一套制度 我不太談細節了 然後包括像巴黎 整個法國或巴黎 也都是一樣都有輪候制度 不光是這 你可以想到歐洲的 英國也是 荷蘭也是 就是你想到社會住宅 只要做得比較多 比較成熟的國家 基本上都是一種社會住宅的輪候制 那我覺得這個事情上 我們覺得這可能是接下來 我們應該要好好談 特別是從民眾的角度 我們應該要求 政府建立一個這樣的制度 而不再是每次都是 我們要等某一個人 選舉的時候承諾 然後要去怎麼做這件事 我覺得這大概是我們 對這件事情的訴求 所以我最後再總結我們的看法 剛講過 當前的高房價當然問題很多 該解決的是很多 可是我覺得 我還是認為年輕人或年輕世代 在這個結構裡面 目前是受害最嚴重 最應該關切的角度 再來是說 如果要真的願意解決它的時候 我當然覺得要有很多的做法 可是我覺得最優先的是先把 除了社會住宅之外 最優先更優先的 應該是把租屋市場做好 相對於在目前這個階段 更容易直接幫助到年輕人 再來是怎麼把租屋市場做好 剛講過 我們一定要把租屋市場擴大 對不對 所以突然我們覺得 囤房稅一定要推 讓很多空屋的進入租屋市場 那同時把租屋市場的法規化 健全化 讓所有的租屋行為納入管理 納入管理的時候 年輕人在租屋很多 過去權益上受損的部分 就會解決 那我剛講過 最重要的事情 是大家講過 這個問題你不解決的話 還會傷害到 年輕人的政治權 跟所謂的社會權 因為就是沒有戶籍的事情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不公平的 社會的剝削 我覺得這個事情 大家應該重視這個事 最後一個事情就是 當然我們的社會住宅 還是要持續興建 可是我覺得現在的 持續興建 我們不是每次說 逼哪個選市長 或誰誰誰要承諾 我反而是說 如果我們這個台灣 如果真的覺得 這是一個值得繼續推的政策 我們要不要來思考 建立一個比較穩健的 社會住宅的輪候制 讓這個制度 可以繼續的穩健的往前推 好 我的分享就到這裡結束 謝謝